今天 平日森牧师的广播 圣经说 若果你作十一奉献 也就是代表你的后裔作了奉献 Amen 希伯来书第七章 谈及利美 如何透过亚伯拉罕 让耶稣和麦基西德作十一奉献 利美是谁 向麦基西德作十一奉献的是 亚伯拉罕不是利美 但利美却在亚伯拉罕的十一奉献中 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生雅各 雅各生利美 争算你的后裔 在你的十一奉献之中 这一代的犹太人可能并不虔誠 他们并没有实践信仰 但他们因祖先而蒙福 弟兄姊妹 我希望你多了解一下十一奉献 辩雅敏世代 有很多恩典的人会说 你知道吗 十一奉献不能给你资格 耶稣才能够 但当你来到餐桌前 就要学习餐桌礼仪 上帝会教你餐桌礼仪 我们很多人都需要学习 如何感恩 我会对儿子 Justin 这样说 和那位送给你礼物的叔叔说道謝 Justin 说道謝 他们需要在年轻的时候学习 看着对方眼睛说道謝 因为小孩是要被教导的 教导你的教会感谢主被抹开的身体和流出的补血 并不是律法主义 而是直接说感谢 并不是说我不想接受我根本不配 我试下有没有用这类型的说话 谁教你这样说的 只要学习如何感恩主的晚餐 Eucharist Eucharist 就是感谢 感谢 十一奉献是什么 是感谢 十一奉献就是说主 我不配拥有现在的身水 不配拥有现在的财富 你供应了我 我要这样报答你 我们必须要教导教会 如何说多謝 很多时候 丈夫要在婚姻辅导里面 去到学习浪漫 学习应该对妻子说什么 你必须学习 这不是律法主义 而是常识 但是今天很多人不懂 所以你必须教导 你必须教导人如何感恩 当十一奉献变成责任 他就会变得律法主义 当主的晚餐变成责任 我有一位在以色列的好朋友 你们很多人都见过我们在一起 他的名字叫Samuel Schmarja 他允许我分享他的见证 今年三月我去了以色列 我为他祷告 他被诊断患有严重的高院癌 我没有夸大 他说即使有药物和治疗的帮助 和帮助 他也只有两成的机会能够传遇 我向他求证过 他说只有两成的机会能够传遇 他非常失落 我们到访为他祈祷 罗安斯牧师 我们按手在他身上 我为他祷告说 我感觉到你对于未来非常绝望 上帝要跟你说 开始计划 不要受限制 要拉长你的成索 看到自己好转过来 计划你的假期 下年的假期 你会好转 为恢复健康之后的计划一下 阿们 你会传遇 我们会为你祷告 他表示每天都有领圣餐 他问我 平牧师 如何才能使圣餐 不会变成律法主义 他明白恩典 他是一个相信并宣讲恩典的人 如何才能使圣餐 不会变成律法主义 我说 每当我思想圣餐的时候 例如今天我领了圣餐 我不是想着自己领圣餐 我是想着当耶稣来找阿伯拉罕的时候 是耶稣带来面包和酒 阿伯拉罕并没有带面包和酒 圣餐不在阿伯拉罕手中 而在耶稣手中他带来面包和酒 我总是想着耶稣带来面包和酒 尽管准备这些的是我 我问自己药室 你今天领受健康吗 你今天领受医治吗 你吃了今天所需要的食物吗 阿们 他正在等待 阿们 我看见他正在等待 我看见他拿着面包和酒 这是一段关系 不是一份责任 来领受 以至当平安心牧师问起的时候 我可以跟他说我有领圣餐 两个月前 他打了几次电话给我 那一天是主日 我非常忙碌我没有回复他 最终我回复他说 我急不及待要告诉你 屏牧师我急不及待 医生们诊断了我 他们都很震惊 我的癌症消失了 每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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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圣餐 好像食药一样 每天领受 他曾灰心洩气 现在 变成了一个人 他说我得罪了新生命 屏牧师我得罪了新生命 现在每天我致电给他 问他说 过得好吗 辛苦吗 他正在筹备一个营会 我问他辛苦吗 他说不辛苦 我好像得罪了新生命一样 他正在举办一个青年营 以色列各处的信徒都会参与 我们有份支援那个青年营 Amen 我们很乐意支援那个事工 这个对他们来说是有益处的 因为当你被孤立 以为自己是孤身一人的时候 你来到一个 好像今晚那样的营会 你会发现原来世界各地 很多人都与你有共同的信仰 Amen 赞美主 我不知道谁把我们的银子 放在我们的布袋内 我们不知道 约失最终回答了他们 谁是约失 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在天上的约失 他说 Shalom 不要害怕 是你们的上帝 然后他故意说 你们父亲的上帝 犹太人的上帝 你们和你们的父亲Elohim 把财宝赐给你们 放在你们的布袋内 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到了 看看这里 接着他把西面带出来交给他们 当他们更多认识上帝的时候 西面就被释放 以朵回到以色列 回到以色列 然后他举目观看 这个是多年来 约失第一次对他的兄弟说话 right 你认为他第一句说话重要吗 他问众兄弟 这就是你们向我提过那最小的弟弟吗 然后他对辩雅敏说 愿上帝似 哪一个字代表着这个世代呢 恩典 我而啊 愿上帝似恩给你 辩雅敏 我而啊 愿上帝似恩给你 就好像主对我们说 我而啊 愿上帝似恩给你 恩典的世代 影响着耶稣 你知道吗 你对主有着你不知道的影响 他很喜欢听你的声音 我们说是时候祈祷了 但他说很喜欢听你的声音 大卫说 My voice shall thou hear in the morning O Lord in the morning Will I direct my prayer Unto thee and will look up 他知道自己已经进入这段爱的关系 他知道上帝喜欢听他的声音 祈祷并不是一个责任 不是的 而是上帝说 我喜欢你的声音 我喜欢你的声音 我喜欢雅歌 我阅读雅歌的时候 看到主对我说 你用你的眼神奪去了我的心 你有读过吗 那不是新娘对新郎说的说话 而是新郎对新娘说 你用你的眼神奪去了我的心 祂看见我们 全然美丽毫无瑕疵 祂爱我们 祂说 让我看看你的容貌 让我听听你的声音 就是祷告 赞美主 祂哭入 看看你的影响力 赞美主 我们继续 祂洗了面然后出来 抑制着自己的感情 吩咐人说开饭 当变雅敏来到的时候 面包就被分给各人 我喜欢新鲜面包的香味 面包被分发到耶稣基督的宗教会 哈利路亚 面包被分发到世界各地 我感觉到上帝对我说 阿们 孩子们分发面包 分发面包 分发面包 辩雅敏世代就在这里 因此我正在分发面包 分发面包 你喜欢吗 你喜欢这个面包吗 去分发面包 分发面条 分发面条 阿们 不同的文化 分发面条 阿们 分发烤饼 分发烤饼 它是非常美味的 烤饼 哈利路亚 还有咖喱 有咖喱的日子永远会沉满 阿们 然后他们坐下来 我认为他们非常惊讶 因为约失知道他们的年纪 并照着他们掌有的次序安排座位 他们想告诉他一件事 阿们 圣经说 约失拿起自己面前的食物分给他们 但是便雅敏分得的食物比别人多五倍 众兄弟之中便雅敏分得多五倍 五是恩典的数字 圍幕和里面所有加斯的尺寸都是五和五的倍数 阿们 希伯来文的第五个字母是 希 由于希伯来文字母同时也是数字 所以希就是数字五 希就是数字五 罗亚什么时候在上帝的眼里找到恩典呢 在他名字第五次被提起的时候 五是恩典的数字 阿们 便雅敏有多五倍的食物 有哪个年轻人要吃五倍的食物呢 你们都认为年长的人吃肉更比较好 阿们 但是George McCauley的胃口年年下降 他已经受到要在花灑下面跑圈 才能够将自己淋湿了 五倍 看在这里我们跳到第四十五章 你会看到不止是这样的 若失还吸了他们各人一套新衣服 但是吸便雅敏三千四百二十黑银子 和五套衣服 五倍的食物 和五套衣服 阿们 这个有没有换起你对某段经文的记忆呢 有没有令你想起耶稣说过的说话 也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 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便雅敏世代 有这么多食物和衣服 是一个满有供应的世代 阿们 五套衣服 在属灵上也代表着 你不是只有一种恩赐的牧师或者领袖 你的恩膏让你能够在某处讲预言 能够在另一处作为教师 能够在另一处作为先知 阿们 你有五种恩膏 这是上一个世代没有的 是从上帝而来到的多重恩典 五倍的食物五倍的衣服 圣经里面没有不重要的细节 阿们 我们会以这一章作为总结 看看若实对他的兄弟说了些什么 这段经文不在投影片上 但让我读给你们听 若实对兄弟说 告诉我的父亲 我在埃及的一切尊荣 这就是敬拜 敬拜就是向父亲述说 祂儿子的一切尊荣 告诉我的父亲 我在埃及的一切尊荣 这就是敬拜 你知道天父喜欢你述说耶稣吗? 你所做的一切都必须向祂述说耶稣 因此我们的礼物和十一奉献 都是预表着基督的初熟果子 我们一切的敬拜和嘴唇的果子 全部关于耶稣 阿们 天父越纳这一切 不单如此 若实吩咐他们向父亲述说他的一切尊荣 之后 他又说了些话 这话是向我们所有人说的 因为我们都认识耶稣 众兄弟也认出约实 他与他们和好 美妙嘛 纵使约实在世上拥有权力 但约实原谅了他们 他是当时最有权势的人 在位的是法老 但约实才是最有权势的人 他拥有最高的权力 他说 请你们上前来 然后他们原谅了众人 但我要告诉你们一件 我还没有说的事情 当约实听见他兄弟们的对话 他哭入 他们彼此说 为什么会这样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 他们不知道约实明白他们的语言 因为他们通过一位传译员对话 但约实明白他们的语言 他们说 为什么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因为我们的兄弟哭了 我们却没有听见 他们悔改 约实就哭入 事后将到了 Amen 事后到了 就在此时此刻 Amen Amen 这是恩典的世代 他们可能就在井边 他们当中可能有人有五个丈夫 与他同住的可能不是他丈夫 但上一章 耶稣并没有教导尼哥德姆 如何去敬拜 却向这个女人揭示 如何敬拜 试想想 有哪些人应该学习敬拜 我们会想到 神学家 有资历的人 神学院毕业的人 但耶稣却选了一个活在奸淫中的苦人 教导他 敬拜 不在这座山上 不在这个地方 不在这个山上 也不在耶路撒冷 那是过时 已经过去的了 敬拜上帝的必须借着灵 按真理敬拜他 恩典 试想想第三章的尼哥德姆 他的转化是非常缓慢的 尼哥德姆说 主啊 我知道 耶稣说 你必须重生 他说得简单直接 Amen 除去他所有的骄傲 说他必须重生 但为什么在下一章第四章 他没有对井边的女人说 你必须重生 很明显 他需要重生 但他没有这么说 他对那个女人很亲切 但对尼哥德姆 他好像很无礼 他并不是无礼 他只是很直接对他说 你必须重生 你对圣经有深厚的了解 你对圣经了如指掌 你必须重生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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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还未重生 真是很奇怪 奇怪 你看看 尼哥德姆进度缓慢 他的转化非常缓慢 直至耶稣死后 他先和阿里马太人约失 公开地埋众耶稣 他的确有服侍主 不要误会 但是他进度缓慢 而那个妇人却在两个小时内 醒悟过来 然后出去说 来看看一个人 他独自前往那个井 是因为他不想听到 别人在他背后的批评 但是现在他却说 你们来看看这个 将我所作的一切都说出来的人 当他在井边遇见耶稣的时候 他第一句就称耶稣为犹太人 你是犹太人 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 屏幕师 耶稣在这里向别人要东西 不是的 听听耶稣怎么说 你若知道对你说 请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必早已求他 事实上 主的确是正在请求这个妇人 他正在引导他 他说 你若知道对你说请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必早已求他 他也必早把活水刺给你了 你若知道我来到不是要被服侍 你若求我我就会服侍你 我会给你医治 我会给你供应 我会给你保护 我会给你帮助 如果你知道对你说话的是哪一个 那个妇人本来称她为犹太人 后来改口为先生 你没有打水的器具 井又深 然后耶稣说 你以前有五个丈夫 妇人理解得很快 她说先生 我看出你是先知 你们明白吗 称呼从犹太人变成先生 再到先知 还没完 叫你的丈夫然后回到这女儿来 我没有丈夫 你是犹太人 你是先生 你是先知 耶稣向他讲解 关于敬拜的事 我知道那称为基督的 尼塞亚要来 他来了 要教导我们如何敬拜 我就是 加上他这个字 我就是他 这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 那妇人进到城里去对众人说 你门来看看一个人 难道这人就是基督吗 他成为了一个报道者 他在几个小时之内就知道如何称呼他 我认为恩典 能够使人 在上帝里面 配加成长 阿们 我在这里查看时间 一个人坐立不安 就代表他的头脑达到极限 每当我看到 马克牧斯这样对着我笑 笑容 和眼神很生眼 我就知道他已经很累了 每当我看到 拉兰斯牧斯 他在这样看着我鼻孔扩张的时候 笑容 即是他 刚刚打了鼻寒 和打喊怒 不 严格来说 只是打喊怒 但那是一个有利的喊怒 好的 所以 我有留意着时间 我会尽快地完结 多么奇妙的救赎者 我们今天的信息是 药室猜遣他们回去 你以为我忘记要说什么吗 我没有 药室猜遣他们回去父亲那里 不止这样 药室还给他们一个提醒 我很喜欢这里 他提出一个新的戒命 药室打发他的兄弟们回去 他们走的时候 药室对他们说 你们在路上不要争吵 Amen 这是对我们众人说的Amen 他会为我们再来 你们在回到主那里的路上 不要争吵 在路上不要争吵 Amen 要给此伤害 Amen 难道这个不像主的话语吗 Amen 在路上不要争吵 我早就说了不要卖他 是 是你提依卖他 不是 是你提出的 不是 我当时只是 YoYo 我当时其实是不在场的 但你们趁我不在的时候 把他卖了 Amen 但你看看你的鞋 你这双鞋 从哪里来的 赚了约的 当然要洗 对吧 但这不是我做的 是马克牧师 是马西歐牧师 是他 在路上不要争吵 对吧 要记得他说话 道述他的一切尊荣 Amen 在路上不要争吵 他们回到以色列找他们的父亲 这个是约室的吩咐 他们对父亲说 父亲 父亲 约室还在 并且作了埃及全地的手上 雅各的心 冷淡麻木 因为他不相信他们 当我们告诉别人耶稣活着的时候 有多少人不愿意相信 他们在看见之前都不相信 上帝希望你的生命 能够彰显祂的祝福 希伯来书 第七章说 在这女收取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 但在那女收纳十分之一的 却被证实是一位活着的 主的晚餐是宣告祂死亡的证据 十一奉献就是宣告祂活着 当我读到是祂活着的证据时 我问自己为什么这是证据 主带我看这段经文 当你作十一奉献的时候 别人就会看见证据 甚至是那些熟悉的人 和未得救的以色列人 这里的雅各代表以色列人 他们不相信你说我的耶稣活着 他从死里复活 他们不相信 但当他们看见你的生命的时候 圣经说他们就把约室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 都告诉了他他们的父亲雅各 看见了约室派来接他的车辆 心裁骚醒过来 以色列人说 救了 约室我的儿子还在 留意第26节说的 雅各的心 他不相信的时候被称为雅各 下一页 以色列人说 这是同一个人 圣经里没有不重要的细节 当圣经更改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 是要告诉我们一些事情 如何把雅各变成以色列 有些人会说 评牧师 够了 我满足了 我不相信成功神学 我也不相信 这里没有人相信成功神学 我们相信的是恩典与平安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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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我不会疯狂地相信那个 每一次港道都提及金钱的神学观 因为这是错的 事实上 当我收看电视节目的时候 我发现某些人港道的时候只谈及金钱 福音在哪里 有些电视观众正在受苦 正准备自杀 我收到一些见证 他们说自己正在准备食药 然后偶然打开电视 因为美国有很多电视频道 哇 是各式其式的 突然间 他们看到我的频道 他们停下来去收看 然后就得救了 我们收到很多这样的见证 很多年前 有一个人刚刚出獄 他无处可去 非常绝望 找不到工作 他说他乘搭巴士到处游荡 偶然走到新特市 我们当时的回址 然后就得救了 主带领他来到这里 Amen 有人跳进一架的士 去寻找教会 对吗? 司机说他知道是一间不错的教会 然后送他来到我们这里 那时我们的规模很少 不像现在那么大 明白吗? 这个福音是不同的 不要寻求人的认可 以致当别人批评我们的时候 我们不会觉得挫败 如果上帝认可你 人的批评和人的认可 又算得是什么呢? Amen 赞美主 这个能够祝福你吗? 我们今天是小事牛刀 Amen 让你们率先体验一下 我深深知道 上帝已预备好你们众人 我想你知道 你们就是 辩雅敏世代 你们就是上帝正在等待的世代 圣子正在等待你 他正在等候这个世代 Amen 号角即将响起 Amen 我们将会被提 Hallelujah 你喜欢生在这个年代吗? 我们曾经羡慕上一代 我们曾经看着其他世代的人说 真的很想亲眼看到 John Genick或者其他人 但是我不想生于其他世代 我非常高兴生于这个世代 我真的相信这是最后的世代 最终的世代 这个世代 将会看到耶稣再来 圣经说 我们这些 还活着全流的人 你的孩子 现在仍然很年轻 主再来的时候 他们仍然活着 但圣经说 我们活着或全流 全流是不同的 全流代表你不再年轻 但你知道如何全流 如何全流着青春 强壮和健康 到时候 不止有一个世代 当他回来的时候 有一代人活着 有些人 则全流着 圣经又再重复一次 我们还活着全流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魂女 在空中与主相会 这样 我们就要和主常常同在 赞美他一同站立 有些人 可以做出货席 好